今天我们这哥们马上就要回家了 然后回家去相亲 他就说 有哥 我们剩下这四魁钢筋 我们一下掉下去吧 我说你着急啊 他说我打算回家呢 回家去相亲了 我说可以 其实这四魁钢筋呢 有点超重啊 有点超重 但是为了省事 我还是一钩把它掉下去 超也超不了太多 不过 以我的经验应该是 没有问题的 四魁的钢筋呢 重量大概在 十吨左右 不算太重 也不算太轻 还行 超肯定是多少超一点 我们这干活的呢 也是跟了我好长时间了 然后各方面的技术呢 也都挺好 干活也利索 一般就是我开刁车出来干活呢 只要不是太无理的要求 我基本上都能答应别人 看我们这哥们怎么样 干活 然后下边那一魁钢筋勾不着 然后垫了个木头 然后把他钢筋勾不着 然后这两魁钢筋 一起把他勾起来 然后串绳 这都是我交给他们的 说白了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的经验 我这人呢 我这人呢 也是个急脾气 我干活也喜欢赶快一点 但是快归快 一定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那才可以快 如果连安全都保证不了 那怎么能快呢 对吧 前提是还是一定要熟练 熟能生巧 真的是熟能生巧吧 我们的这个钢丝绳呢 也都是粗的 特别特别粗 承受个十几吨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咱们现在马上就开始起刁 咱试试啊 能不能刁动 开始起刁 首先起刁的时候 一定要先起竿 把它移动到安全范围之内 然后再回转 千万不能在超重的情况下回转 如果在超重的情况下回转的 必然要翻车的 必然要翻车的 然后转过去以后 果断先落地 果断先落地 先保障安全 落地了以后再微微的调整 前后左右呢 该微调的微调 该怎么放怎么放 前提是下面的工人呢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啊 千万不能压到他的手和脚 四块十吨的钢筋 稳稳地落下 没有压力 你们感觉这样做 对不对 对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